各位同学好,今天我们要继续介绍营养学的巨量矿物质的部分 那我们会介绍硫磷路佛 还有一些把骨质疏松症更做说明 那并且要了解甲硫磷路佛 这些它的含量跟功能 这是我们的一个教学目标 也要把骨质疏松症做一个认识跟了解 那首先我们要介绍这个瘤的含量跟它的功能 瘤是可以增进我们头发的发育 还有一些必须氨基酸里面像甲硫氨酸 Messionine还有半冠氨酸 它的成分之一都含有瘤的 那身体里面有一些调解酸碱的重要功能 这个都是属于瘤的 因为瘤本身它是带有负电 负电是属于英离子的 那它也是构成双瘤件 也就是说蛋白质的结构 它有一个稳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件 也就是说蛋白质的一个结构里面呢 需要这个双瘤件的间解 把它间解的更为稳定 那一般呢 食物中像蛋类肉类还有一些就是营养的成分 里面含有这些硫氨基酸 那这个硫氨基酸它是它跟其他的氨基酸的组成里面是不一样的 它含有一个硫的一个元素 所以我们说在这样子的含有硫氨基酸的食物呢 就是一种粮质的蛋白质 常见的就是蛋类肉类跟豆类里面 含有这些硫氨基酸 那如果它能够跟米换一起吃的话 它就可以提高米饭这种五谷杂粮里面所缺乏的一些氨基酸 会使得米饭的营养价值 它的蛋白质会提高 那在食品加工的过程中 我们通常会添加一些硫酸钙来当作一个凝固剂 因为在比如说在做豆腐的过程中 我们把硫氨基酸钙添加进去 使得这个绿化 使得绿化镁跟这个葡萄酸 葡萄酸内脂 可以当作一个凝固剂 做成豆腐 也是 它本身也是可以当作钙的一个成分 也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了 那接下来我们还会介绍到 磷的含量跟它的功能 那磷的主要 主要呢 它是一个生物里面 大分子的结构之一 像软磷子啊 脑磷子啊 脑磷子 软磷子都含有一个磷的一个成分 那在遗传物质里面 像去养核糖核酸 核糖核酸中里面的一个磷酸 都是一个含有磷的一个成分 那有些蛋白质里面呢 含有磷的 磷跟钙都是属于骨骼跟牙齿 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所以说那个磷跟钙都是我们结构的 就我们身体结构组织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对于成年人来说 每天磷的摄取 一般呢 我们可以设定在1.5克 那维生素D是有帮助于磷的一个吸收 那在人体呢 磷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因为像人体里面 我们存 我们所储存能量的时候呢 我们都用ATP的形式来储存能量的 因为三磷酸线飘磷 ATP呢 是一个高磷酸键 高磷酸键就是磷的一个高能量的磷酸键 它呢 就是储存 储存我们身体的一个能量 很重要的一个化合物 不管是从生理学 或者是生物化学的观点看来 磷都是我们身体必须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那我们每天磷的建议量 在成年人呢 就是600毫克 但是磷缺乏的时候 像脂肪的消化 或者是吸收 就不容易完全 也就是很容易造成所谓的 脂肪的消化不完全 那么脂肪的这种 进行的消化与吸收呢 就会有一些问题存在 尤其是洗肾的病人来讲 他呢 对磷来讲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因为磷过多或者是缺乏 对对洗肾的病人而言 都会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洗肾的患者 因为这个肾脏没有办法正常的排泄 所以多余的磷就会堆积在血液中 而导致骨骼病变 或者是造成皮肾的烧痒 零存在 零存在所有含有蛋白质的食物中 所以一般来讲 是很少会有所谓的缺乏症的 所以一般我们呢 要摄取充分的营养 除非就是说有特别的情况下 像这种洗肾的患者 就需要依照医生的指示 服用碳酸钙 或者是乳 这个胃乳片 像氢氧化铝 这样的一个物质 来帮助他身体 或者是说 对于食物中含有磷 多余的磷 能够排除结合 可以结合 食物中多余的磷 可以帮助控制 血液中磷的一个控制 那也就是说 帮助血液中磷 在一个正常值的范围内 那磷含量比较多的食物呢 我们严格的说 就像奶类啊 乳制品啊 花生酱 还有酵母 内脏类 干豆类 糙米 全麦制品 还有蛋黄 毛豆 黄地豆 芋头 洋菇 干薯叶等 所含磷子呢 就会比较丰富 那对于洗肾患者 就应该尽量的减少使用 因为它磷含量很多 很难排除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露 那露的含量跟功能 首先我们要知道 露是氯化钠里面呢 那个露呢 就是食盐里面的一个成分 所以呢 食盐里面也是露的一个主要成分呢 那在露 胃液里面 所分泌的胃酸 事实上我们就可以简称为 那个胃酸呢 就是盐酸 也是一个露 露含量很高的 所以呢 露如果缺乏的话 胃酸也很容易造成缺乏 那露含量不足 就会导致露缺乏症 血液中的酸性降低 跟这个生长迟缓 还有婴儿奶粉的成分呢 可能有会发生过多露的一个问题呢 通常都是因为摄取过多的盐分 而导致水肿跟血压升高 那一般正常的摄取食物 或者是饮用饮料的时候 通常是不会发生 所谓的露摄取过多的情况的 那露呢 对于露饼醇 在我们人体 可以产生致癌的一种效益 因为美国 日本等国都已经证实了 露饼醇对人体 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致癌效益 这些文献呢 都已经早早有发表在美国 日本的一些研究报告中 都有指出露饼醇 致癌的情形 所以呢 在1999年10月 欧盟对于中国大陆出口的一个酱油 进行的抽查 就发现了露饼醇严重的超标情形 随即进行了全面的对于中国大陆 叫酱油进口的一个指令 也就是禁止中国大陆的酱油输入欧盟 那根据这个欧盟会员国所采用的国家检查 三露饼醇含量的标准而言 是在40%的干重的情况下 要求每千公克的酱油中 含的三露饼醇含量不得超过0.02毫克 那经过检验证实呢 这种酿制的酱油是不会存在所谓的绿饼醇的问题 只有这种合成配置而制造而成的这种酱油呢 才可能会有所谓的绿饼醇的问题 那绿饼醇已经成为中国酱油生产业的一个严重问题 那在自来水中也有那种余率的一个 就是含有率超高的一种情形 因为一般来讲自来水的余率呢 含量我们是会限制在0.2毫克每公升的一个自来水来 每公升自来水中呢 是限制0.2毫克的这个余率含量的 那由于自来水在进水场会加氯来做消毒的过程 水中含有有机物 就会和这个氯缓硬成三乳甲碗 那主要生成的一个物质呢 包括了滤仿 一锈二乳甲碗 二锈一乳甲碗 或者是锈仿等 那这些是这四个化合物通通称为三乳甲碗 那自来水中这种有效余率的含量 就是对于消毒水供应系统里面的自来水而言 每公升的自来水 我们的有效余率限制是0.2毫克绿的含量 好 这个滤仿对于健康的影响很大 会造成所谓的膀胱癌 那自来水煮沸过程中 三乳甲碗会随着水温的升高而蒸发 那像煮沸100度C就会达到最高点 然后呢 如果打开了这个壶盖继续煮沸3到5分钟 那么三乳甲碗的含量就会大幅的减少 会有效的降低饮水中的三乳甲碗的含量 那加入消毒生成这个种 加入的消毒 就是在自来水的行程过程中 有加入消毒的这个步骤 它就会生成所谓的种三乳甲碗 那这个三乳甲碗里面呢 对其中就是乳房 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影响最大 会造成致癌性 那这些致癌性里面呢 最相关的致癌呢 就是膀胱癌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三乳乙烯 一般工业污染所生成的有机物 像三乳乙烯 吸了过多 会降低中枢神经跟心脏的功能 也就是说 长期暴露在这种三乳乙烯的环境中 它会对肝脏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那这种工业性的污染 生成有机的有机物质 像四乳化碳 四乳化碳对人体的健康有广泛的影响 很容易造成所谓的致癌性 对于肝脏肾脏的功能影响非常的大 那因为自来水经入的处理以后 那个ph值就会偏低 而使得这个铅就会溶出 那台湾呢 尤其是台北地区 有很多老旧的都市 它的管线呢 都还是沿用所谓的铅管 所以自来水经过加入处理以后 像它的ph值就会偏低的情况下 就会使得铅的溶出 铅的溶出会导致慢性的一个铅中毒的问题 那这些都是自来水里面含氯超高了以后 所造成的一些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骨质疏松症的这个定义呢 做个详细的说明 因为骨质的密度 低密度的时候 骨质的组织 维系的结构就会受到了破坏 会造成骨头有较脆弱 而导致骨折发生危险的这个性增加 就造成一种骨质疏松症的一个疾病 那这种骨头的密度下降 而变得骨头会很多的多孔 而且会脆弱 容易骨折 那骨质疏松症 虽然只是感到这个疼痛 但是也很容易因为摔倒而产生所谓骨折 最容易发生的就是宽骨 宽骨的这个骨质疏松症 然后呢就是宽骨的一个骨折 是最严重的 那一般正常的骨骼 会有钙化的一个骨骼 可以分作钙化有钙化正常的骨骼 还有一种就是未钙化的软骨 或者是脂肪细胞 那在卫生组织里面 对于骨质疏松症的定义 那世界卫生组织定义骨质疏松症 是认为 它认定的标准是 骨质的密度小于年轻成年妇女 平均值的2.5个标准差以下 那么我们就称为骨质疏松症 那骨质疏松症 它在骨骼切片的结果 会发现说 未钙化的软骨组织跟脂肪细胞 比正常人的这个骨骼细胞含量多 钙化的骨骼 就是比正常的骨骼含量比较少 这个就是一个骨质疏松症的一个病理现象 那一般一般而言骨质疏松症比正常 护女容易造成骨骨折的风险 也就是说 骨质密度每下一个标准差 发生骨折的风险就会加倍 那以50岁的妇女来讲 低骨质的密度的妇女 较正常骨质密度的妇女 发生骨折的风险增加了一倍以上 但对于这种骨质疏松症的病人 就会比正常骨质密度的妇女 增加了骨折的风险 是四倍的风险 而且还会有脆弱性的骨质的一个病人 它产生的骨折的风险更高 那骨质疏松症的治疗方式 我们可以用磁基数跟补充钙质 来做一个治疗 骨骼在我们人体呢 是支撑我们人体的一切活动 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结构组织 当这个年岁增长的时候 超过50岁以后 岁月的流逝啊 也会使得骨骼 骨骼里面的钙子也会流失 使得骨质的密度 渐渐的从30岁以后呢 就会开始慢慢的下降 每年呢 大概就是会降了千分之三左右 钙子呢 就会逐渐的流失 钙子就是每年以千分之三的 这样子的量的流失 所以呢 妇女在停经以后 骨质丧失的速度就会更快 每年可以高达2%到3%的 钙子的流失 那钙子 骨质疏松症 骨质疏松症的危险因子 包括了 就是停经啊 或者是年龄大于50岁以上 那男性呢 就是大于60岁以上 亚洲人或者是白种人 体重轻 或者是骨架矮小 家族有骨质疏松症的患者 身高有减少到2.5公分的现象的人 都比较容易得到骨质疏松症 那其他生活的因子 就会包括像 饮食钙的不足 或者是维生素低的不足 抽烟 喝酒 碳酸饮料喝得多 喜欢喝咖啡 那缺乏活动 或者是运动 那就容易有骨折 或者是长期 或者是有骨折 或者是长期服用 肋固存的药物 像治疗气喘 关节炎 或者是痙攣的时候 那么就很容易造成 骨质疏松症 那目前治疗骨质疏松症的方法 主要是两种 就是磁激素 磁激素跟补充钙质 那老年人呢 酗酒啊 还有女性荷尔蒙不足啊 或者是在40岁 小于40岁就停经了 这些都是高度危险的 骨质疏松症的一个主群 它呢 这个蓄化性呢 长达一年以上的必经 还有原化性的性功能低一下 或者是长达一年超过一年 每天使用大于7.5毫克剂量的 类固存药物的人 或者是母系的家族里面 有宽骨骨折病死 或者是它有较低的这个骨盖值 它的指数呢 这个身体质量指数是小于17的时候 或者是有神经性的厌食症 吸收不良症 原化性的负甲状腺肌能抗净 或者是有移植手术 慢性胜功能不良 甲状腺肌能抗净 长期卧床 或者是有裤甲 裤先式症症候群 关节炎 卵巢灾除 过瘦的人 都是骨质疏松症的 高度危险因子的一个主群 那其他呢 中度危险因子包括了抽烟 停筋过早 使用抗酸剂过量 或者是饮食中钙质 摄取不足 或是活动量缺乏 维生素低不足 蛋白质摄取过量 这个是属于中度危险因子 那骨质疏松症的一个预防方法 我们可以在 就是停筋以后 可以补充持积速 或者是有效的运动 适度的运动 持之以恒 那就是一个有效的运动 可以刺激维持骨 骨骼里面盖子的含量 减缓骨质流失的速度 那或者是适度的日晒 因为阳光的照射 能够帮助身体里面皮肤 皮下组织的胆固醇 转换成维生素D 那这个维生素D 不仅加强了肠道对钙的吸收 也可以使得骨骼 再造速率会加快 那另外也可以改变生活的一个形态 比如说就直接用戒烟 不酗酒 或者是年长者 经由动物可以运动 年长者可以经由运动 来预防 或者是说减少这种缺乏运动 所造成骨质的流失 利用促进活动力 或者是灵敏度 跟这个肌肉的强度 以运动来促进活动力 跟灵敏度 肌肉的强度 那另外还有一些心理上的方式 比如说消除压力啊 适应学习的 适应压力 经常深呼吸 缓和情绪 积极面的思考 放松心情 帮助维持正面的外观 以及自信的生活 摄取保健营养的补充品 比如说葡萄糖胺 维生素D 还有维生素B群等等 还有一些其他的矿物质 都是有助于骨质疏松症的预防 那其他呢 还可以利用有氧运动 游泳来帮助强化这个肌肉的组织 还有骨骼关节 但是不可以超过自己的活动的一个限度 也就是不宜过度的运动 因为走路啊 或者是有氧运动 走太多 都会使得这个关节磨损太多 不恰当的运动也会造成运动伤害 那走路跟做的时候的姿势都要正确 不可以弯腰驼背 尤其像举重啊 或者是拉举的时候啊 都应该要用正确的一个知识 并且可以利用一些合适的辅具 来协助自己举重或者是拉举的动作 有些营养补充品像Gucosamine 或者是维生素矿物质 可以加强软骨组织跟关节液的一种形成 是有帮助于减少关节间的摩擦 那对于更年期妇女 可以接受荷尔蒙的这个补充疗化 因为更年期的妇女 接受这种女性荷尔蒙的补充疗化 或者是增加钙的摄取 每天需要量呢 可以补充到1000毫克 那如果没有接受女性荷尔蒙的补充疗化的人呢 就可以每天增加1500毫克 钙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 像牛乳乳酪制品 小鱼干、菠菜、芝麻、法菜以及大豆 这些都是属于钙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 就可以常常摄取 骨质疏松症的治疗部分 我们在科学上的文献报导 里面显示骨骼的不健康 不仅是女性荷尔蒙跟钙的补充 还必须要不仅是需要靠这种女性荷尔蒙跟钙的补充 事实上还必须要有维生素B6 维生素C维生素D 叶酸 蒙、酶、酶、蓬、心、铜、细 这些元素也都会影响到骨质疏松症的一个问题 所以一般我们认为典型的稀释饮食方法 含糖跟精致的食物比较多 很容易造成许多维生素跟矿物质摄取的不足 也很容易造成所谓的骨质疏松症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例题 那所谓的骨质疏松症 就是说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而言 对于骨质疏松症 我们认为说比一般妇女 一般正常妇女的骨密度小于2.5的标准差的时候 我们就称为是有骨质疏松症的问题 因为它的骨密度比一般正常妇女低于2.5个标准差 好,那这时候我们就认为说它是有骨质疏松症 那它就会很容易骨质 骨折或者是会有产生骨刺 好,这些问题 那哪些食物含有瘤的氨基酸呢? 像蛋类啊 肉类啊 奶类啊 都含有一些含瘤的氨基酸的一些蛋白质 肉、奶、蛋这些含有含瘤的氨基酸物质比较多 甲瘤氨酸啊 还有半冠氨酸这些氨基酸 那预防骨质疏松症有哪些方法? 那预防骨质疏松症 我们就是可以用那种所谓的女性荷尔蒙补充疗化 补充女性荷尔蒙 或者是饮食中增加钙质的摄取 也是可以的 那一般对于女性的一个荷尔蒙的补充呢 我们可以改用大豆义黄酮 这种植物性的女性荷尔蒙的摄取呢 就会比那种补充直接用荷尔蒙 女性荷尔蒙的疗化会更好 那多吃一些含有钙质的食物 像牛乳啊 肉类啊 豆制品啊 鱼竿啊 小鱼竿啊 或者是绿色植物 这些都算 那其他呢 还可以在生活上做一些调试改变 比如说增加活动量 或者是晒太阳 晒太阳直接利用阳光 使得皮下组织的胆固醇 转变成维生素D 这些 那饮食中呢 我们认为说多样性的自然食物 含有比较多的维生素矿物质 都是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症的 那最重要的就是要增加一些活动量 因为活动量可以使得自己的肌肉以及骨骼 强健肌肉的骨骼 增加肌肉的这种伸展能力 伸展的能力 或者是关节的一个 关节的一个活动量会增加 那这个都是我们预防骨质疏松症的一些方法 那哪些运动可以帮助强化肌肉 骨骼以及关节呢 就像有氧运动 慢步 散步啊 慢跑啊 游泳啊 还有舞蹈 这些运动 或者是拉伸 拉伸的这些运动 都是可以强化肌肉以及骨骼 还有关节组织 那这些有氧的运动 或者是说运动量呢 也是要适度即可 不可 要一个人的这个能力 因为过量的运动 也会造成所谓的运动伤害 那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部分 那总结我们今天的一个课程呢 或者是说我们做一个回顾呢 我们就在本课的内容中 我们已经把这个流灵路佛 以及骨质疏松症 这些内容呢 做了一些说明 所以呢 我们可以认识以及了解 流灵路佛 这些元素 在我们身体里面 它的一些功能 跟所需要的一些含量 另外我们也把骨质疏松症 做了更深入的说明 那今天的课程呢 就是主要做这些介绍 就是对于骨质疏松症